这个视频是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的看展攻略 今天咱们要一鼓作气 逛完这里的11个展厅 创作不易 求个三连吧 这天上午 我刚从世博文化公园出来 下一站就是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直线距离好像很近 但真走起来的话 不仅要跨越黄浦江 还要绕很长的一段路 如此看来 实际的距离就没有那么近了 哎 我去最后我还是打车过来的 走 那越走越不对劲 我一看得走一个半小时 这谁受得了着 还是打车吧 快一点 大家好 我是虚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 我在这个地儿是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一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逛逛点 如果不打车的话 可以坐地铁13号线 在世博会博物馆站下车 距离倒也不算远 参观之前 我先走进了游客中心 这里边售卖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 因为它继承的是世界博览会的元素 所以设计风格比较多样 然后我买了一个小金叶子 带回去给孩子做书签 为了能在里边更好的拍视频 我租了一个充电宝给手机补充能量 顺便又买了一瓶水给人补充能量 主打的就是一个超长续航 万事俱备 开始参观 首先我们进入长设展厅 这里分为八个小展厅 第一个展厅名叫环宇舞台 它告诉我们 世博会起源于万国工业博览会 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 于1851年在英国举办 从这算起来 世博会已经有了172年的历史 第二个展厅名叫进步之路 这里用沙盘的形式 还原了很多旧时代的展馆外形 还用彩色的模型 陈列出了很多当时的展品 如今看来 这些东西平平无奇 可在他们刚刚诞生的年代 这都是了不起的 划时代的壮举 然后我们走进第三展厅 乐观信念 此时我们已经迈入了20世纪 在这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年代 世博会场馆的外形更简约了 但设计的理念 反而越来越不易理解了 如果不看资料 根本就不知道设计是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然后我们登上扶梯 这个展厅入口之前 左手边有个电梯尖 可以在这乘坐直梯 然后我们进入第四展厅 挑战重重 如何维护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 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大挑战 所以之后的设计理念 大都是与环保相契合的 然后我们登上扶梯 进入第五展厅 世纪盛会 此时展厅的主题 已经切换成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展厅 看到昔日上海世博会展览的 全域沙盘 如果错过了往昔的盛徽 可在此处回溯一部分昔日的盛况 然后我们进入第六个展厅 也就是世界文明展厅 既然是世博会博物馆 自然应当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 这里的展品非常有地域特色 比如这个阿拉丁神灯 一看就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 看来各个国家都在抓住机会 用工艺品来努力展示自己 生怕别人看不出来自己是谁 然后我们进入第七展厅 中华智慧 这里边展出了历朝历代的各种文物 这些文物来自各省各市 以及世博会的中国馆 此外还有一个大屏幕 放的是上海世博会的集锦视频 最后我们进入第八展厅 未来愿景 这个展厅的展品 大都来源于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 如果站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视角来看的话 这属于是往未来直接穿越了五年 这相当于是用前面的七个展厅 总结了历史之后再用这一个展厅去穿越式的展望了未来 走到这里我们的八个长设展厅就逛完了 走出去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咖啡馆 但是这个咖啡馆今天没有开门 不知道周末会不会开 然后我们再去回到楼下去看一看两个林展 这个视频是我三月份拍的 现如今这些林展怕是已经撤了 不过就算绝版也没关系 我视频里遗留的影像资料可供大家随时浏览 头一个林展在一楼的林展厅里边 这是一个世博主题之下的女性展厅 展厅里边摆着一件路西化石复制品 根据古生物学家考证 路西是320万年前的女性人类 所以被称为人类的老祖母 路西化石的原件在埃塞俄比亚国博 而中国的各个自然博物馆几乎是人手一份复制品 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这里也有一份 其余的女性相关展品都和我们的时代比较近了 有一个知识点让我很吃惊那就是缝纫机洗衣机和洗碗机 这几样东西居然都是19世纪的发明 我一直以为洗碗机是20年前的新发明 可能是因为家用洗碗机普及的比较晚 所以才会有了这种错觉 另一个展厅就在大厅里 名叫大美中国摄影展 展厅除了陈列专业的相机设备之外 还展出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摄影作品 这个小小的窗口可供我们云游大大的中国 走到这里我们上海士博会博物馆的旅程就结束了 别看展厅不少 但两三个小时就足够逛完了 在并里协作了多年之后 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走进了分裂的周期 但无论是人还是国家 终归是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聚散有时 无论世界的尖端科技 还是人类的生活水平 终归会在这往复的循环中 螺旋上升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宫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 请不吝点赞订阅